又是我未來和大家繼續玩每個環節 今期想和大家玩的都是 近期的另一個項目就是 冷凍人這個項目 之前也有介紹過好幾隻 這個盒子套分別有四隻 這四隻都能組成冷凍人 分別有Baggo 獨藤女 羅賓和Batman 今期要介紹的是羅賓 它配的就是兩隻手的組合件 我們來開箱看看 這個盒子套沒什麼看法 應該說給不到驚喜 可以看到有配的卡和卡 我都不會開來使用 給我一點時間 先把所有配件都開出來 我一直都很討厭 硬膠披風 但這次我又覺得 它在設計上是用得好 我給大家看看 我先把柱子套放在這裏 我先把柱子套放在這裏 首先它的組合件 就是配了冷凍人的手 始終可惜是藍色 這些不是透明件 撇除這個問題 這裏沒有太大質量問題 這裏可動性就差 它是沒有做可動的 它是靠下面的節套 所以要用屈曲 兩邊都是 撇除這個問題 就沒有太大質量 可以去挑釋 這裏有配搭的特效件 我覺得這個特效件都沒有什麼用 感覺有點怪 你們自己行量 來看看本體 本體方面 應該說這四個角色都做得很漂亮 這四個 不論是羅賓 獨藤女 和小丑女 小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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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隻的胸口 對拋頭那裏 有點花花的 但可以接受 這隻羅賓印象中 目前是沒有什麼出過 在馬克法蘭這個世界觀 應該說之前沒有出過這類型的 他有出過羅賓 但不是這個組型 這隻我個人覺得是OK的 就搜到那裏 鬆鬆的 但不至於完全動不了 他在這裏 他這套的手套 給了我一個感覺 可能是克法蘭知道 一些人喜歡拳頭手 多於其他組型手 所以他配上 基本上這隻都是拳頭手 不論是背高 是獨藤女不同 這裏 手腕 他沒有看換手型 到腰部,腰部都是分了三折,如果以前就不分了,只是在這裏可以動,現在是進化了 我一直都很討厭馬克法蘭用這些硬膠屁風,但這次這隻又給我新鮮感,做得夠遠,所以出來效果是OK的 這隻腳的關節,即是下面的柴柴這個關節,都是以往的馬克法蘭那種關節,可能性就是一般 膝蓋的關節是OK的 這邊也是這樣 很實,所以我推薦如果你們是新買的話,就推薦先浸熱水 它是比起女性系列,因為之前我都對比過,是比鞋子寶的重要大隻 但是呢 它這隻也不是很大,它作為男性素體是比女性更大 大概就是這樣 再對比一下 Husbo 大概就是這樣 比例其實都OK的,如果配Husbo那些女性素體的話 基本上是這樣 整隻東西就沒有太大的上色驚喜 它是用了一種類似 早紅色、橙色的配色在這個位置 其他全都是黑色的 現在我就期待到時候老爺到手 再跟大家玩其他 好了,今期視頻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 拜拜